一不小心好看的玻璃瓶子碎掉了 好可惜啊 但是我又发现了 感觉碎的形状可以做这样子的风铃 不知道成不成先试试看吧 先想打一个可以挂起来的孔 第一次给玻璃打动还蛮成功的 接下来要打磨一下碎玻璃的边边 不打磨就太危险了 风铃需要好的小碎片 轻轻撬打出来的小玻璃碎片 也需要一片一片都要打磨 打磨打到天都会了 终于弄好洗洗擦干净 也太好看了嘛 接下来把鱼绳贴在玻璃瓶上 涂厚一点用微胶照一下灯 穿进珍珠贴在玻璃瓶上 鱼绳就更牢固了 然后有一绳绕一绕玻璃片 也是用UV胶固定一下 挂上去了几片 已经就很好看了 这下就可以放心的继续了 绣球涌上花也跟这个瓶子的蓝色很搭 涂涂UV胶也一起挂上去 就把绳子串进瓶子里打个结就做好了 蓝色玻璃闪闪的超美 还剩下两个挡膜的玻璃碎 不想浪费就做成了耳钉 也太好看了吧 雨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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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花ез力 雨晴起来 雨晴起来 雨晴起来